白宮官員說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個星期稍後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非正式高峰會議時 將會在來自中國境內的網絡攻擊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 這名沒有透露聲明的白宮官員星期二說 奧巴馬將會向習近平指出 華盛頓認為中國政府要對來自中國境內的所有網絡攻擊行為負責 這名官員對記者說 奧巴馬將會呼籲中國採取行動 制止大規模竊取美國軍事和商業秘密行為 最近美國政府和民間機構的一系列報告 對這種行為已經有詳盡描述 美中雙方希望通過今次氣氛相對鬆弛的兩日高峰會議 去緩和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強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峰會將會星期五在加州一個度假性地舉行 但預計美中兩國首腦在網絡攻擊問題很難達成一致立場 這個問題成為導致美中關係日趨緊張的因素 中文字幕提供